好 二十五节怎么样 Figuratively是不是 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这就是他老师 这就是 好 这个OK 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我们先讲 OK首先要知道 什么叫Figur 有没有人知道 什么叫Figur 我怎么觉得像手指 Figur 我觉得是数字 什么的 Figur 数字 还有什么 Fingur是手指 这个知道了 Figur呢 Figur可以指一个一个的数字 叫Figur OK Figur还有什么解释 Figur You have a good figure 比如说 比如说 She has She has good a good figure 这是讲什么 Figur是什么意思 She has a good figure 身材 身材 That's right 讲的是他身材很好 那个身材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没有我们常常做一个动作 用手画几个弧线 哇 他是凹凸有致啊 那就是Figur的意思完全就是这个动作的表示 就是指他的整个外形的线条 那个叫Figur 一个东西的轮廓 一个东西的线条很棒 这个叫Figur OK 所以我们用在人身上 当然就是指他的身材非常好 他的身材不错 She has a good figure OK 所以Figur这个字你了解了 Figur就是指一个外形 一个外壳 一个线条 OK 这个叫Figur 好 有没有问题 在我们圣经里面有讲到 OK 耶稣死了以后 曾经Transfigur 什么叫Transfigur Transfigur 他死了以后 他改我们圣经翻译是改变形象 意思就是他的外形整个改变了 连他的门徒都认不出来了 然后他已经复活了 他回去找他的门徒 跟他的门徒说话的时候 门徒没有认出他来 因为他Transfigur 他改变了他的形象 OK 这个叫Transfigur 所以你完全了解Figur的意思以后 我们接下来看Figur Figurative 还是一样重音在第一音节 Figurative 所以Figurative指的是什么 既然Figure是形象 那Figurative是什么 就是他的形容词吧 改变形的就是 Figurative是形象化的 OK 就是指那些形象化的事情 什么东西是形象化的 OK 你现在看这个经文上面 OK 你看看这个经文上讲 他说 Though I have been speaking Figuratively 所以你觉得他当然Figuratively 我们一看是个副词 没问题 他是用一定是用来修饰动词的 也就是他说的方法是Figuratively 那你能理解他想讲的是什么吗 他怎么说话的 Figuratively 他是很明白 很直爽的把所有的都告诉你 还是他怎么样 什么叫Figuratively 这就是用比喻 他是用比喻 所以这个Figurative本身是一个形象化的 也就是只是给你一个大概比较隐晦的说法 也就是说一个东西我们只看一个轮廓 所以Figurative指的是形象化的 就就好像你看一个东西只看一个外形而已 你其实并不真正有里面的内涵 你并没有把里面完全告诉你 所以Figuratively这个字的用法就是指说很多东西是告诉你一个大概隐晦的方式 OK 所以他是比较形象化的告诉你 他没有把实际的东西告诉你 OK 所以耶稣自己在这个地方就告诉你 为什么他在四福音里面 他跟门徒说话和跟大家说话的时候 他用很多的比喻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Figuratively Speaking figuratively 指的就是说他只是很隐晦的 用一些比喻来说 他没有告诉你很多 讲的直直白白明明白白 所以他是比喻性的说话 用比喻来说话 让你等于是半猜半了解这种情况下 叫Speaking figuratively OK 这样能不能理解 这样能不能理解 首先你要知道什么是Figure Figure就是指一个人的外形 一个外在的一个大概的雏形 一个一个模型或者一个线条这样子而已 OK Figure 所以我们常常用手这样子画几个图形 一个一个弯曲说 这个人凹凸有致啊身材好像S型的 这个叫Figure 他的身材 但是Figurative呢 就是指说他不是很清楚的 OK 他是一个很很模糊的状态 他是用比喻的方式来说话 没有很直白的说 这个叫做Figuratively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不了解的 但是他耶稣有说 当这个A time is coming 当这个时间到的时候怎么样 我就不再用这种方法跟你们说话了 我就会Tell you Planely 你看这节经文 我们学到两种说法 一个是Speaking figuratively 是用比喻性的说话 不说明白 另外一个是Tell you Planely 所以Planely跟Figuratively 这两个是相对的 Planely是怎么样 很直白的 坦坦白白的 全部告诉你 所以如果你要叫人家说 哎呀 这个人讲话很盈晦 我都听不清楚了 不知道他讲些什么东西 OK 所以你可以叫人家说什么样 你可以说 可以 可以用这个句子 Speak Speak plainly Right 什么叫 Speak plainly 讲得非常明白 清楚了 对 你就直白的告诉我 你到底怎么样 这个钱是借还是不借 我现在要借五万块 你拿还是不拿 Speak plainly 有的人说 哎呀 这个我在想想 其实我家里现在有困难 然后我女儿现在怎么样 讲了一大堆 绕了一大堆弯子 Come on Speak plainly to me 你是借还是不借 能借还是不能借 不能借 我现在到别家去敲门去 Speak plainly 而不是figuratively OK 好 有没有问题 这个经文非常好 让我们一次选到两个字 一个是figuratively 一个是planly 我们知道这两个字是相对的意思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还有一个叫grey transfigur 老师 哈 transfigur怎么样 transfigur什么意思 我刚才听清楚 transfigur是在圣经里面不是有讲到 耶稣去世了以后 钉了十字架以后 三天他复活 他又回来找他的门徒 对不对 当时他有改变形象 所以门徒没有认出他来 他改变了 你可以翻译做改变了外形也好 改变了形象也好 这个就叫transfigur 我们在圣经里用的字是transfigur 那个figur就是外形的意思 OK 或者是she has a good figure 是他的身材很好 指的都是外形的意思 OK 有没有问题 transfigur transfigur是形容词吗 no 动词transfigur it transfigured 对 transfigur 是他整个外形都改变了 他会来找他的这个 就像我们讲变形金刚 那个变形是什么 transfigur that's transfigur OK 但是这个transfigur 具象的 也有抽象的意思 具象的我们就是指向 最容易讲的就是变形金刚 你看那个金刚 这边突出了块 那边突出了块 哇突然间变成一个什么东西了 right 比如说车子有时候可以transfigur 车子本来是一辆在路上跑的车子 他到水边的时候 他突然突出两个翅膀 或者是底下增加几个轮子 或干什么 突然他可以在水上行走了 有些什么东西 这里伸出 那个伸出 他可以变飞机了 飞起来了 那个叫transfigur transfigur 他的抽象的用法就是说 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变革 我们的地方经济要变革 我们地方的什么东西要改变 中国在最近几年 在近代里面 中国变革了很多东西 比如说中国开始有支付宝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 所以个人经济就开始改变了 你消费的行为改变了 你到商店里的时候 扫一扫就可以付钱了 这个就是transfigur right this is transfigur 所以他的个人消费的情况 已经改变方式改变了 以前的人要掏现金 现在人不用现金了 没有人身上带多少现金 that's transfiguring 这就是中国个人经济的一种 消费模式的一种transfigur OK 好 有没有问题 耶稣在那个登上保训的时候 不是登上保训 就是登上 那个 就那个登上变形的时候 登上变相 对 登上变相的时候 就这个词吧 也是这个transfigur 对 transfigur 就是这个词 我说 这个词 这样的词 是 我说 就是这样的词 感谢观看